渔工 检疫期满 裁检确诊 而纽级机失案765染疫 让台湾253天 零本土个案破了弓 柯文哲是炮打中央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就说 会诚实来面对这个破口 包含未来机组员入境 防疫是更加严格了 居家检疫会延长到7天 新增两例的 新增两例的 新增一路的病例 都是从印尼的一路 国内27号新增两例 境外移入都是印尼籍移工 检疫期满裁检确诊 现在境外移入让人心驾驾 尤其纽级机失案765染疫 在台爬爬走 造成253天零本土病例破功 台北学长柯文哲 火力全开 炮打中央 当时是谁准他们 三天跟五天的 这个是中央自己要去解释 为什么会留下这个破口 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当然就是诚实的面对 庄人翔接招说 诚实面对机组员防疫破口 指挥中心也祭出新规定来补破网 英国抵台机组员 过去只要居家检疫3到5天 加上自主健康管理 而现在一并要求居家检疫14天 检疫起码还要裁检一次 未来其他航线 机组员入境检疫也加延 居家检疫延长到7天 如果短期内要续飞可缩短天数 但不得进入社区爬爬走 正因新冠变种病毒已入侵14国 边境防疫如临大敌 为了防堵英国的变种病毒 长运航空公司的航班是通通取消 而中华邮政现在也宣布 从28号开始暂停收集 发往英国的航空邮件 疫情严重使得游路中断 日本已经累计出现 7起英国变种病毒感染个案 紧急设下防火墙 28号开始到明年1月底 禁止全球外籍游客入境 不过台湾依旧享有商务入境豁免 我国目前不考虑跟进锁国 最多实施集中检疫两次裁检 120人自伦敦返台 各单位严阵以待 就怕变种病毒跟着来 这次陈迅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